欢迎收看AMVC澳洲留学网路电台 您的第一首VISA新闻平台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Karl 今天已经慢慢进入了5月底了 上个礼拜澳洲结束了三年一度的 澳洲全国大选 那当然之后 未来会有很多签证 政策等等的发展 那今天呢 我还是要给观众朋友们 一些新的新闻 有些update 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重点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我们之前有提到的宗教的签证 还有这个 他好像要开发更多的这个医疗人员来到澳洲 还有第三就是独立技术移民的这个update 那如果大家有一直在follow我的这个视频video的话 你会知道说他们澳洲政府把这几年消减了很多 移民的量消减3万 那最重要就是在独立技术移民的部分 所以未来呢看似应该是要靠州政府担保 或者是工作等等的担保来移民会比较有可能性 就是机会会比较多 那当然去偏远地区一定是最大的方向了 那我们就马上进来看一下 这个是我从澳洲移民工会 这是我们注册移民代理注册移民律师呢 才能进来的移民工会里面呢 看到这是我的名字在上面 那他这个是5月24号出来的一个新闻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标题就是 Reduction of Skill Independent Invitation Round for the Last Quarter 也就是说他们在独立技术移民的部分呢 大大的削减 那大家也会发现到 如果你每天在follow这个EOI的分数表的话 你会发现有些职业呢 都已经到80分85分90分了 这怎么怎么再拼下去 那因为他们如果你看我4月份 他们澳洲政府这个新的政策里面 因为要希望这个未来移民不要往 主要城市就是雪梨墨本和布里斯本去走 所以把这独立技术 您的这个配额呢 大大的削减 然后把它全部放到要去偏远地区 所以未来偏远地区 今年的7月1号一开的时候 一定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方针 所以未来要移民的人 还有现在要考虑移民的人 或是现在考虑要留学的人呢 那些地方都是一个非常好发展移民的这个options OK那这个新闻讲什么东西呢 基本上他就告知就是follow 原本他们去年初的时候的方案啊 那当然选举完后这个政府不变 原来的执政党自由党继续的执政 那他一定会把原本的东西 原本我们是很多人的猜测是 执政党这次会落选 所以原本要push的这个政策呢 会有大的变化 但是看来他们继续执政化 按理来讲就会照着他们原本的方向走了 所以呢这边就讲到说 基本上就是我刚刚提的 他会把这个整个年配额呢 完全原本有三万多配额 降到只剩一万八千六百五十二 所以不太多 那换句话说变成说如果你要靠独立技术 也就是一八九类别的移民在大城市的话 你的分数要嘛一定要拼到 我觉得一定要八十以上才能去谈这个事情 那最低是六十五嘛 你一定要到八十以上 八十怎么来 可能从翻译啊 从professional year 还有工作经验等等的 所以不是那么的容易 不是那么的容易 相对来说如果看这个方向的话 你要透过留学直接在大城市 待下移民的机会非常渺茫 基本上应该都是要说 这些人要能过来这一万八千六百五十二的人呢 应该都是已经在国外取得学历 然后回国就业 在他读的学历里面 就业已经超过 嗯我看一下可能五年七年八年这样子的吧 那加上雅思一定要拼到八分吧 OK 不然的话基本上走不了 所以他后面就是会重 重不推在偏远地区啦 那这个489Family Sponsor Stream 也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现在把它减量到 只剩一个月只有十位啊 那当然这个 因为之后政策要改变变成491 那他会把这个配额发放给这个州政府去操作 所以所有东西看起来 应该都是往这个七月一号以后的铺陈啦 所以这边写 This will keep us a good pipeline application ability to keep inviting each month 2019 and 20 and supporting applicants by not increasing processing time 所以他们不希望再增加澳洲移民局的这个审理的这个时间 有些过长啦 那基本上这是一个消息在这个地方 那另外一部分是我们从这个Migration Alliance 也有新闻出来 那他这个就是继续在讲说 New sponsorship option under minister of religion and labor government 还有GP GP就是General Practitioner 就是医生的意思 OK 那他们在这个更改的法规里面呢 在宗教领域 像我之前 如果不懂这个宗教签证的话呢 我们在我们的视频video里面 也有介绍这个东西 所以你想要知道的话可以点选去找一下 那这个基本上他就是增加一个position 那就是从原本只有minister religion OK 就是你一定要在宗教领域是比较高层的 是里面的minister 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在基督教里面是牧师 天主教里面是神父 在宗教中等级的才能申请这个签证 那现在是会开放给religious assistant 就是他旁边的这个 这个在宗教里面服务的其他的occupation 也都职业里面都可以 OK 那当然了 这个宗教担保是 under the labor agreement 他们之前有介绍过 所以不管是哪一个宗教的 在这边一定有 这边要点要有寺庙 要有这个教堂教会等等的 然后去申请跟澳洲政府申请相关的这个证照 然后他们才能做担保的部分 OK 那下一个部分我们要看的 就是说他的GP的部分 就是医生的部分 医生的部分呢 稍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religious life 他们English好像apply unless concessional award 这个都还是要在labor agreement里面 所以五分或4.5这是一定都会有的 那宗教里面也是就三年后可以转成PR 那no age requirement 所以他年龄可以超可以50多岁 60岁以下这边 OK 那第二个部分我们就是GP医生的部分 OK 那医生的部分呢 他他这边有讲到说 他们当然是希望能够在这个 health workforce certificate from rural workforce agents 但是就是他希望当然更多的医生和医疗人员 去到澳洲的片源地区 然后为这个东西去开一个新的stream 那当然如果你是在国内台湾 香港 大陆等等不管哪个地方是医疗人员的话 这有可能会是一个机会 但是这个还是follow在TSS的这个雇主担保类别里面 所以你要码就是General Partitioner 就是一般的家庭医生 Resident Medical Officer Medical Partitioner 然后Employer就是雇主的部分 required to attach health workforce certificate 所以他们要去申请这个work certificate 因为他们之前有太多的abuse 就对于聘请海外的医生就 他们的这个待遇没有跟当地的一样好 所以他们现在要求这个东西 所以也是在TSS工作签里面 后面也都可以转成PR的类别 所以这个基本上这是最近的一些update 澳洲移民新闻的update 那当然如果你喜欢 然后一直都有在follow我们的频道的话 记得到我们的Facebook里面按赞 然后在我们的YouTube频道里面按下订阅 还有旁边的一个小铃铛 所以我们一有新的消息 您就会收到最新的澳洲VISA的消息 OK那今天的video呢 基本上就到这边 如果有什么问题欢迎你留言给我 我都会在24小时内回答你的问题 谢谢那先到这 拜拜